大家午安 球星期間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注的是 歐洲足球冠軍聯賽 28號就在巴黎這裡來舉行決賽 英國利物普隊是以0比1 輸給了西班牙皇家馬德里隊 錯失冠軍 但是卻引發了英國不滿 當然除了輸了球賽之外 還有一點爭議 因為說不少的球迷 他們是因為拿到了假門票 所以沒有辦法進場 開賽之前還跟巴黎的警方 發生了衝突 導致比賽延後開場 甚至有將近40個人遭到逮捕 巴黎警方用催淚瓦斯 驅散球迷 民眾只能夠趕緊撤離 歐洲的足球聯賽 爆發了警民衝突 引發英國各界關注 英國的利物普隊 也為球迷遭到暴力對待發聲 要求必須要徹查 而歐洲的足球總會 以及法國當局 都把問題歸咎在假門票上頭 法國內政部表示說 目前有105個人遭到拘留 其中39個人被逮捕 再關心的也是國際體壇的消息 比NBA的東區冠軍的關鍵賽地七戰 台灣時間今天早上開打 塞爾蒂克隊跟邁亞密的熱火隊 是要爭奪總冠軍的門票 最後儘管球星巴特勒拿下了35分 但是依舊不敵塞爾蒂克以96比100分 吞敗無援總冠軍賽 塞爾蒂克的三名球星得分超過了20分 而其中泰托姆攻下了26分最多 綠山軍第一節就領先了15分 儘管熱火隊最後一節比賽 是連追了11分 但最後還是不敵綠山軍 而這也是塞爾蒂克隊 繼2010年之後 第一次重返總冠軍賽 將跟西區的冠軍勇士隊 要爭奪本屆NBA的總冠軍 而持續關注的是俄烏腳斬 現在俄羅斯國防部 他們在28號的時候 公布了最新的這個畫面 這也是最新的極因素 武器的試射畫面 顯示告石超高音速飛彈的發射 但是因為說北約就在抗議了 因為認為說 他們已經威脅到北約的安全了 而告石飛彈這一次 是在巴倫之海 這裡來進行試射 最高飛行的速度 可以達到9馬赫 是世界上最快速的飛彈道飛彈 同時也可以搭載傳統或是核彈頭 用來對準海上還有陸上的目標 現在外媒報導說 表示目前的反飛彈 飛彈的防衛系統都沒有辦法制止 告石飛彈1000公里的射程 也會影響歐洲北部的軍力平衡 俄國海軍甚至說可以直接威脅到北約 或是北極跟北大西洋的船艦安全 現在北約的副秘書長已經指出說 北約不再受制過去不再東歐部署的承諾了 而持續關心的是美中角力戰 持續在南太平洋這邊來拉鋸 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現在展開的是南太平洋島國型 今天已經抵達了斐激 而先前他已經前往了索門 我們群島還有吉里巴斯跟薩摩亞三個國家 而前一戰他在薩摩亞這邊成功簽署了兩國的合作協議 美中角力戰也在南太平洋持續拉鋸 而為了要鞏固美澳在南太平洋這邊的勢力 澳洲的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他就搶先說服斐激要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競技架構 但是王毅也在當地時間30號將會主持的是中國大陸跟太平洋島國外長的會議 將會有十多個太平洋島國會共同參與 而這也是他此行的重頭戲之一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這次對飛機的訪問非常的成功 感謝總理閣下還有飛機人民給我們的熱情友好的觀感 我一直認為建交47年來中飛關係歷久彌新 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雙方始終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中方戰場非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將一如既往支持飛機維護社會穩定 再看到是聯合國多次對中國大陸的新疆人權議題是表達關注 而日前聯合國的人權失誤高級專員巴赦來也訪問了新疆 他也表達了他對新疆去極端化措施的憂慮 前一陣子很流行這個倒逼的手势拍照 不過現在呢有人說已經過時了 這個流行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要跟上時代的腳步 現在南韓流行的另外一個手势在我旁邊 就是這個叫Lupi Peace 很多韓星也是跟上了這一波流行 不要特別注意了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那個筋骨太硬的朋友呢 可能還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可能呢你會肩膀會覺得酸酸的 而且那到底什麼意思呢 有人說其實這就是淘氣小企鵝 他們是來自於韓國的卡通 跟風前也要特別注意避免肩膀拉傷囉 繼續我們來掌握的是在上海的新冠疫情逐漸趨緩 但是就在昨天各地出現了大量的白蟻入侵 儘管現在呢正值白蟻出沒的季節 但是有民眾發現了 今年的白蟻比往年體型更大更恐怖了 而且呢是到處都是很多民眾嚇到 趕緊跟別人或者是這個跟當地的衛生所來求救 就連在家中直播跳操的劉根宏夫妻 也是她老婆一看到白蟻嚇都嚇壞了 跳槽跳到一半 王萬飛金聲尖叫含著好噁好噁 想把飛進身體裡的白蟻甩開 上海29號遭到龐大白蟻群襲擊 不論是街上還是家裡 陳全的白蟻在空中拍動翅膀造成市民恐慌 打爆投訴電話 白蟻之亂一夕之間就在微博上引發近千萬人 共鳴包括陽浦區 黃浦區 普陀區等地 不論是室內還是室外都有大量白蟻聚集各處 尤其在夜晚的路燈下 陳全的白蟻形成小旋風的畫面 像極了某些災難主題的末日電影 對於應對白蟻的方式 上海官方曾在去年發布提醒 請緊關門窗沉睡在燈下淹死白蟻 我們堅信疫情終將過去 美好終會到來 上海必將重回人潮湧動 車水馬龍的繁榮繁華 不過季節性的移災應該很快就過去 而另一個好消息是 上海風控兩個月後 疫情逐步趨緩 當局也宣布將在6月1號起 步入第三階段防控 有序推進復工復勢 並取消企業復工 復產復勢審評制度 民眾也可以從6月1號起 進入公共場所 與達成交通工具 不過需持72小時核酸證明 記者謝海宇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畫面 是天使隊的捕手林木卿 在熱身的時候面對投手洛倫 成他投出地瓜 那麼沒有想到 他沒有去接到他的球 往後面反彈 擊中他的頸部 痛到他必須提前退場 休息到休息區 整個人貪軟無力 還要隊友搀扶 畫面觸目驚醒 讓人很擔心的 還有這一起 是國外的喉鬥病例 逐漸的攀升 同時克里米亞剛裹出血熱 在伊拉克 這種病例也是持續的攀升 這種病毒無法預防 甚至還有可能短短七天 就棄絕身亡 防疫人員在牛群身上 噴灑消毒劑 相關單位也到屠宰場 進行檢疫 繼新冠肺炎 猴鬥之後 全球又出現怪病 由皮蟲為傳播媒介的 克里米亞剛裹出血熱 在伊拉克病例飆升 至今通報上百起的 類似病例 然疫者可能在短短七天內 就會鼻血狂流到斷氣死亡 由於這個即便目前還沒有疫苗 若不小心染疫 患者可能會出現疲勞 頭痛血尿 甚至造成人體內腕嚴重的出血 狂流比血不止 致死率高達40% 另外令人擔憂的活動 擴散至少20國 東南亞各國如臨大敵 機場加強對入境旅客的篩查 設立衛生檢測站 泰國目前保留的天花疫苗 約1萬劑 當局也宣布計畫解凍 封存超過40年的 剪毒天花疫苗 測試確認是否能有效的 對抗猴鬥 美國流行傳染病專家 在推特上示警 觀望的態度 恐怕會讓猴鬥 成為下一個新官 對於快速蔓延的病毒而言 速度永遠優先於完美 否則將會造成 難以挽回的後果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則持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猴鬥基本上 應該不會是下一個 大流行的疾病 但人類可能在未來的20年 面臨新的全球大流行疾病 可能是一種人造的病毒 也可能是氣候變遷 相關後果導致的自然大流行 記者綜合報導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 或是小坪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 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給我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